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为了惩处罪恶深重的法西斯战犯,同盟国决定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 对德国首要战犯组建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纽伦堡审判,对日本首要战犯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东京审判。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主战场,受日本侵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而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犯下战争暴行。 那么同盟国是如何组建法庭来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进行审判的法理基础是什么? 依据国际法和相关规定,这些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究竟犯了哪些不容饶恕的罪行? 这场世界瞩目,特别是备受亚洲人民关注的东京审判,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东京审判系列节目,特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知词,向龙万教授为您讲述第一集,用法律捍卫正义。 这是一场文明正义的世纪大审判,由11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法庭是如何筹建的? 参与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和法官,为搜集和认定日本侵华罪证,做出了哪些努力? 面对日本假急战犯在法庭上的狡辩,中国检察官进行了怎样有理有据的搏斥? 对南京大屠杀等事实的认定,以及溥仪和其他关键证人的出庭,又会为审判带来怎样的转机? 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东京审判最终为日本侵华做了怎样的定性? 我父亲向哲俊是当年代表中国出席东京审判的检察官。 向龙万教授为您独家揭秘中国检察官,法官团队与日本假急战犯的深度较量,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从今天起,我向大家介绍一段不应当忘记的历史,东京审判。 201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1946年,由11个同盟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东京对28名日本假急战犯进行了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闭庭,历时将近三年。 东京审判可以说是创造了几个历史之最,参加的国家最多, 延续的时间最长,留下的档案文献也是最为浩瀚。 最后,25名日本假急战犯被判处有罪, 其中东条英姬等7名战争元凶被判处缴。 中国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 受害的时间最长,牺牲最大。 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也是最多。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和法官团队, 可以说不辱使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实我本人并不是研究东京审判的专家, 为什么我能来这里做这个讲座呢? 因为我父亲向泽俊是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 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的时候, 我是五岁到七岁,那时候年龄太小, 不了解也不可能理解东京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直到2005年,也就是说抗认战争胜利60周年, 从这以后呢,国内的学术界媒体啊, 对东京审判是越来越重视。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 当我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些单位去查询资料的时候呢, 几乎找不到有关东京审判的第一手资料, 比如说庭审记录,法庭证据等等。 我们国家作为一个战胜国, 也是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国, 这么重要的资料, 为什么没有保存呢? 确实令人遗憾。 所以我就试图寻找这些重要的资料。 我想美国啊, 是东京审判的主导国, 美国应该保存有这些资料。 所以从2006年起, 我好几次, 从美国的国会图书馆, 国家档案馆, 还有我以前学习过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复制了一部分文字和音像的资料。 2010年, 编写了一本书, 题目是《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收入了我父亲在法庭的十次演讲。 《东京审判》的第一手资料呢, 应该说也是第一次在国内问世。 2011年5月3号, 上海交通大学专门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和国家图书馆一起, 联合编撰出版了80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填补了国内基本史料的空白。 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东京审判研究从书》, 包括梅鲁奥法官的《东京审判》文稿, 还有我父亲向泽俊检察官在《东京审判》期间的 83封寒电以及20次法庭陈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本人也学习了很多知识和法学理念, 对《东京审判》有了更深的理解。 所以我是斗胆和大家分享我对《东京审判》的一些认识。 1943年10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同盟国胜利在往, 九战后如何惩处策划侵略战争的罪魁元凶, 在同盟国内部一度引起激烈争论。 有一种观点主张直接处决那些最大恶极的甲级战犯, 但也有人主张尽管同盟国的胜利是反压迫反侵略的胜利, 是正义战胜的邪恶, 但是战胜国也应该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 惩处策划和实施侵略战争的战犯。 最终同盟国一致同意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 那么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如何组建, 又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审判的哪些教训呢? 东京审判系列节目,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之子向龙万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第一次用法律捍卫正义。 我们知道东京审判的影响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那么进行东京审判有什么法律依据呢? 也就是说法律基础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人们曾经设想, 为了避免今后大规模的杀戮, 应当审判, 发动战争的元凶。 法尔赛条约就有惩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政府高官的条款, 但是由于英国法国等国之间, 自己有矛盾, 而且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得英法把主要注意力去对付刚刚成立的俄国苏维埃政权, 加上德国政府对于引渡战犯交付给国际法庭是拼命的抵制, 使得凡尔赛条约关于惩处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官员的这些条款形同虚设, 最后国际法庭并没有组织成功, 同盟国只好把审判工作交给德国政府自己进行, 德国政府受托以后可以说是阳奉阴违, 战争结束都已经两年半了, 才在莱比锡勉强开始审判, 盟国最初提出的战犯多少人呢? 有896名, 但是莱比锡法庭只审判45人, 还不到临头, 而这个45人当中实际上受审判只有12人, 最后经过法律判罪的只剩下6个人, 判刑也很轻, 6个月到4年, 其中有两名居然还给越狱逃跑, 所以莱比锡审判的最后结果, 只是对4名小战犯做了非常轻微的惩罚, 至于前面说的威廉二世早就逃到荷兰去了, 荷兰呢以本国法律和传统为理由拒绝引渡, 这样战争最高的责任者终身逍遥法外, 莱比锡审判成为历史上的一出丑剧, 正因为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两年, 也就是1943年11月下旬, 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首脑在埃及开罗开会, 商讨对日本作战的方略, 以及战后处置的措施, 随后就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向全世界宣告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 宣言确定的对日本作战方针和战后处置日本的原则, 成为战后各有关国家应当遵循的国际法文件之一, 1945年7月26日,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前夕, 在德国的波茨坦, 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又举行会谈, 会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的主要内容是, 战胜纳粹德国以后, 一致致力于战胜日本, 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的决定, 公告一共13条, 第10条特别声明, 无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 但对于战犯, 包括虐待无人俘虏者在内, 将处以严厉之法律制裁, 8月15号, 日本天皇御人发表了投降诏书, 明确声明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 9月2号呢, 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代表, 崇光奎和梅金美智郎, 正式签署投降书, 白纸黑字写明, 日本接受对于战犯将处以严厉之法律制裁, 这样的条款, 1946年1月19号, 盟军最高统帅麦卡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 规定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写得很清楚, 负责审判, 被控以个人身份, 或者团体成员身份, 或者同时以个人身份, 兼团体成员身份, 犯有任何足以构成破坏和平之罪行者, 同一天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 这就是东京审判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一共有五章十七条, 规定了法庭的组织和管辖权, 确立了以英美法为主的诉讼程序, 所以说, 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也是当时日本政府所接受的, 在这以前, 一个战败过的领导人物, 即使他们是发动了侵略, 但是呢, 一般来说都是逍遥法外, 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 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接下来的任务是, 挑选检察官和法官组建法庭, 由于日本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的时间长, 范围广, 涉及到的战犯和罪行非常多, 所以审判任务异常艰巨, 那么检察官和法官是怎么选出的, 法庭组建的国际检察官团队和法官团队, 又是由谁来主导呢? 早在宪章颁布之前, 就开始酝酿法庭的结构, 1945年10月, 美国国务院通知各同盟国, 通报将要进行国际审判, 以及准备的情况, 除了美国以外, 邀请八个同盟国, 也就是在日本投降署签字的, 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后来又增加了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 一共是11个国家参加诉讼和审理, 1945年12月8号, 同盟国成立了专门处理日本甲鸡战犯的国际检察局, 美国法官纪南被任命为国际检察局的局长,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长, 1946年2月5号, 麦卡瑟任命了澳大利亚的法官韦伯,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长, 东京审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 很多人认为在诉讼审理的过程当中, 庭长权力最大, 为什么美国人不做庭长而仅仅做检察长呢? 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后来我才理解, 因为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 或者叫做普通法系, 对被告先是无罪假定, 并且配备有辩护的律师, 辩护方和检察方具有平等的地位, 东京审判中起诉的甲级战犯一共28名, 他们的辩护律师有多少呢? 一共有一百多名日本律师, 三十多名美国级的律师, 数量是如此之多, 可以说史无前例, 检察长的责任确实很大, 因为如果不能在检察阶段提出有利的人证物证, 法官量刑的时候就缺乏证据, 就成为无缘之水, 也就是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 因为东京审判是个国际法庭, 美国人不愿意使人家觉得他是独揽大权一手操纵, 所以宁可让出庭长的职务, 但是检察长他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 实际上在法定成立以前, 作为国际检察局的局长, 纪南早已经介入了, 他是盟军统帅的法律顾问, 深受杜鲁门总统和麦卡瑟的信任, 事实上在后来的审理过程中, 他还是和另外十个国家的检察官一起,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话说回来, 在审理期间停长, 掌控全局, 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维伯庭长是澳大利亚资深的法官, 1943年他曾经担任澳大利亚的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 在东京审判的实践表明, 他是能够胜任这项重要职务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场所, 选在原来的陆军部大楼, 这座大楼在战前是什么呢? 是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 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摇篮, 在作战的时候呢, 是日本的军部大本营所在地, 也就是日本侵略战争策划的中心, 韦伯庭长的办公室啊, 就是当时东条英纪的首相办公室, 而法官的会议室呢, 是战时大本营集会的地方, 日本军国主义元凶, 在他们策划阴谋, 发动侵略的老巢, 接受审判, 可以说是意义深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以后, 由于法庭设在东京, 因此人们也称这场审判为一, 东京审判, 日本策划或实施侵略战争的元凶, 罪大恶极, 因为他们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灾难, 也让无辜的日本民众被迫卷入战争的泥潭, 但按照国际法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这些战争首犯究竟犯了什么罪, 一般人并不清楚, 那么到底是以什么罪名, 控诉日本甲籍战犯呢? 东京审判, 为什么不是所谓的胜者的审判, 而是一场正义的文明的审判? 东京审判系列节目, 特邀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之子向龙万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第一集, 用法律捍卫正义,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一共有三项罪行, 第一条反和平罪, 第二条普通战争罪, 第三条反人道罪, 这些罪行是什么含义, 有什么区别? 我想就用比较简短的语言逐个来介绍, 什么是普通战争罪? 指违反战争法规的或者战争惯例的罪行, 包括杀害平民, 强奸妇女, 焚烧掠夺公私财物, 虐待杀害俘虏, 使用非法武器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国际间形成了针对普通战争罪的一系列文件, 并且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和统一, 比如说海牙公约, 日内瓦战俘公约, 巴黎非战公约等等, 日本也是大多数公约的签字国, 那么什么是反人道罪呢? 因为普通战争罪限于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的行动, 并不能包括一些不人道的行为, 尤其是不能包括大规模的不人道行为, 比如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达到六百万人之多, 不仅包括波兰, 匈牙利, 苏联这些德国以外的犹太人, 也屠杀德国国内的犹太人, 这是普通战争罪所无法涵盖的, 什么是反和平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院的宪章规定很清楚, 反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切经过宣战或者不经宣战侵略战争, 或者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者保证的战争, 或者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行为制共同计划或共同谋益, 那么在纽伦堡审判和在东京审判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项罪状, 他的对象是指制定侵略政策和实施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人, 也就是说甲鸡战犯, 比如说东条英姬先后担任日本的陆军大臣首相, 是和希特勒莫索里尼并列的三大法西斯头子, 他就是甲鸡战犯, 又比如说松井石根是进攻南京的策划者, 也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司令官, 所以被列为甲鸡战犯, 在东京受审, 国际上特别是日本, 有些人始终想否定东京审判, 他们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 甚至有的人说要是日本战胜了, 那么被审判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了, 这个话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如果同盟国没有战胜轴心国, 当然也是不可能去审判法西斯元凶, 但是东京审判的宗旨不仅是承办战犯, 更重要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 为以后妄图发动战争和实施反人道罪行的人提出警示, 而且也为爱好和平的人们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事实上中国近代倒是真是遭受过很多次胜者的审判, 从鸦片战争以后, 每一次列强把清政府打败了, 直接就让你隔地赔款, 哪里还有什么法律依据, 哪里还有什么程序审判, 就以1895年马关条约为例,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 清政府要赔偿日本白银两亿三千万两, 还要隔让台湾和澎湖列岛, 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 大约相当当时清政府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 超过日本当时四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像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南京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 才真正是列强对中国胜者的审判, 不久以前有一位日本的高层政要, 在否定东京审判的时候呢, 他竟然认为战时日本领导人, 不是经过日本人自己的手, 而是根据联合国一侧战胜国的判斗来定罪, 这真是非常可笑的逻辑, 一个强盗在外面杀人放火被抓了, 难道不应该受到当地地区行凶地区的法律制裁吗? 通过以上对东京审判法理基础和法庭结构的介绍, 我们不难看出, 东京审判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是正义的审判, 也是文明的审判, 而不是所谓的胜者的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号开庭, 到1948年11月12号必庭, 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个是检查审理检查长达22个月, 将近两年, 第二个是量刑宣判阶段一共七个月, 那么在两年半漫长的东京审判过程当中, 怎么收集证据, 怎么邀请证人出庭, 怎么使最大恶极的战犯伏法, 特别是中国代表团是怎么组成的, 为什么向泽俊和梅如敖被选为检察官和法官, 他们面临什么困难, 又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收看, 再见。 中京审判对被告实行无罪规定, 这一规定使得双手沾满鲜血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们, 看到了一线圣机, 他们聘请了庞大律师团, 要与盟国检察官们一举胜负, 那么面对气焰嚣张的对手, 中国方面将委派何人前往东京, 上海交通大学向龙万教授, 将为您揭秘东京亮剑。